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Anax写的 这是昨天很深刻的一篇文章 文章非常长 但它代表在今天美国社会中出现一种全新的文化 这种全新的文化跟人物群落呢 白人 他第一个他是白人 第二个是中年人 第三个是绝对的富翁 第四个是他们借助x 借助这个推特 可以左右这个世界跟左右这个国家 马斯克是他们首要代表人物 所以这些人是反对今天的这个叫什么民主派 完全反对今天的民主党的一切 那他不接受这种这种衰败的一切 他崇尚高科技 崇尚现代 崇尚高科技 崇尚就像马斯克现在做的这种大脑芯片概念一样 他有他独立的 非常独立个人的价值观 那我其实左派的概念同样是独裁者 对不对 这是我们跟朋友解释的 那这些人是不接受被独裁的 那他们之前的那些 他们之前的那些人 那其实包括Facebook 包括比尔盖茨 那他们还属于老派的 跟他不太一样 那那些老派是导向 就是依附在全球主义的背景之下 所营造出来的一个 那个群落当中的独裁者 马斯克他们不是 他们是反全球主义的 他们强调他们个体的 马斯克从来不去达沃斯论坛 不去 所以那他是对抗全球主义 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 那他们不信 他们不是保守派 但他们崇尚一些保守派的观点 所以变成这个社会是一个很繁荣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种繁荣 其实他另类说法 就是人们脱离了道德 就是背离了道德一种准则之后 生命的来处有所不同的时候 表现出那种繁杂 生命来处不同 马斯克讲自己是火星人嘛 那他就生命来处不同 对不对 那火星人能成为人 表示在人的环境中 就乱了 亲身是有这么个成分 但他真的被他火星人的基本概念 就是人本身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自然属性 在左右的时候 他能看到 他能意上人太坏了现在 太坏了 但坏里面就是打着民主旗号的 举着法治大旗 完全没有道德约束的家伙 就是完全本末道治 内外对立 对不对 用道德去 道德跟法治 消灭所有他的政治敌人 消灭所有他的生命中的敌人 用所谓的道德 所谓的法治 所谓的民主 展现了内心生命的仇恨 没有道德约束的民主主义者 民主派 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共产党 那作为马斯克他们绝不接受 他是一种生命自然属性 他也不信神 但他也就变成了那样绝对强调 人纵欲式的这种自由 就是魔鬼 所以正常的生命 他当然是反魔鬼 反乱七八糟的 其实这些讨论 他是政治角度 从现象的角度去讨论 我跟朋友解释呢 就是说希望从生命角度能认知 这是一个太长太长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完成呢 给我感觉都有点像AI的产品 里面很多的字幕呢 用得很特别 我只能说很特别 很具有哲理 但这种哲理 又不像是一种生命式的哲理 就是我们生命是有连带的 对不对 爷爷生爹 爹生儿子 儿子生儿子 孙子 他有一种生命的连续 他不是 他就像是在一种 有些人玩弄哲学 迟躁 在里面转 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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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转 回回不来了 就有点这种感觉 但你对很多朋友来讲 听起来觉得他很 有些高深 但是呢 又有诱惑力 他就是这个 因为 为什么有诱惑力呢 马斯克作为代表 Adam Adam就是那个 是叫Adam 就是把哈佛校长给干掉的 那位 比尔 比尔Adam 那位 那位 这个 哪 和 Wall Street 道琼斯的这个经理人 最著名的经理人之一 他们是这群代表 那个人也不去达沃斯 但他有钱 手里掌控着上百亿的资金 所以 他们的对立 同样是跟索罗斯等人的对立 所以 大家 要能看出来 这故事 蛮有趣的 而这一份的对立呢 那个 那个泰勒斯维夫特 他也没有去接受 他现在只是说 他承认 索罗斯把他的唱片都买走了 但是呢 很显然 索罗斯没有去花钱买这个人 是不是 你看 索罗斯花钱买的是政客 政客没钱 像黑利这样的人 就可以用钱买掉 所以这是不同的人 大家要明白 那他索罗斯的厉害就是 他总能看出对方的弱点 唱歌的不就卖唱片吗 我把你唱片都买了 然后营造了市场效应 怎么样 我花了钱两千万 是不是 那一个超级晚杯的广告 上亿吧 大概是 两亿三亿 他这故事 这个厉害的人 为什么叫运筹帷幄 他坐在家里 他知道对方该怎么办 什么去当面动拳头打架 那是笨蛋 武力威胁台湾 你是老笨蛋 老笨蛋加上你孙子 三倍都是笨蛋 那是笨蛋 在美国 全新的强大的 资金充足的政治运动 正在崛起 叫技术乐观主义者 他把他称为政治运动 那我个人不把他称为政治运动 他是一种真正的现象 我就跟大家介绍梗概他们是谁 然后因为文章太长 我就是说这些人 这些人最后的结果是 他们应该支持小肯尼迪 但如果小肯尼迪不成的话 他们会支持川普 他们是真正反现在的民主党人 富有的白人中坚男人 中年拥有高科技工作 公司投资基金 透过社交媒体 博客新的新闻专案 新的新闻专案 我不知道他怎么解释 应该是自媒体 因为在X上本身大多都是自媒体 政治捐赠和激进主义 建立其印象极其深刻的政治力量 他没有组织 他都是个体 他是自然形成的 他的基础在X上 这些大亨改变了整个社交平台 X的政治 帮助提升几十年来最强大的第三方候选人 这个小肯尼迪 建立了强大而受欢迎的网络博客 所以他因为小肯尼迪 来自于民主党 反民主党一切 他又不是共和党 他不是共和党 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坚压 他反对民主党的所作所为的一切 他托党 所以他为什么又有钱 这些人给他钱 他又来自于传统的民主党的大家族 技术乐观主义的崛起 他说这个词不太完美 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精神 一种哲学 而不是一种政党 他是一群富翁 高科技富翁 他没事聊天 就是聊天有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自尊心强大 利益多样性 注意力很短 他这注意力很短的 我以为讲述他就 他没有没有没有钱 没有往前一定要干嘛 如果台湾的朋友对比呢 就可能有点像这个科皮 有点像科皮 他目前最有势力的 他们目前将其视为最有非常有势力的人 跟重大的追随者 他们透过共享平台 想法 风格跟信仰 就是马斯克的X 所以那个平台上已经非常非常成型了 其实卡尔松也很类似 很类似很类似 他就强调这是 他就讲了X了 我觉得这就大家知道这样的 不受约束的言论自由 没错 他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就共同的意识形态 就是他们的一种一种生命理念了 不受耶稣的言论自由 S是这样 叫亲人工智能 呀呀 亲人工智能 反主流媒体 完全是反主流媒体 以及反对这种左派的一种政治正确 精英共识的 精英正确的 对反精英的 他们自身其实是精英 反政治正确的 具有非常明确的哲学式的宣言 他说其中最人 引人注目的叫马克安德森 这是个投资商 就是在做基金的 技术是人类雄心壮志跟成就的荣耀 是进步的先锋 是我们的潜力 所以他崇拜技术 如果崇拜技术的话 就像那种 同样就像那种 有点像外星人 说句心理话 他外星人的说法 我觉得是最典型的一种说法 很像外星人 外星人重新崇拜技术 他讲说 他们有了一个不断增长的 叫媒体生态环境 在X上是最关键的 然后里面提到了 几个叫什么巴尔维斯 什么马特 然后这个Roger Roger这些都是博客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 整个背景资料 就是他的新闻自由的背景资料 跟政治约束的这种不接受 里面就讲了很多细节 都是这些人在讲述背景的细节 细节的部分 我就不想跟大家介绍 因为如果朋友你愿意看 就这么看了 我们主要讲他 看他后面对他的影响 他就说川普跟拜登的重赛 他们夹在这个夹份当中 而这里面比较突出的是维维克 维维克是这一类人 那他们可以投入基金 他们有钱 对冲基金的经理 艾克曼 就是反犹太主义的先驱的 那他是他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 是他把这个哈佛大学校 给干掉 然后里面他就举了 再举了一些很具体的具体人 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战争 金融系统 消费习惯 除了微软 谷歌 这些庞然大物之外 技术还需要真正的影响力 没有人代表小科技 他这些说就比较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其实很遥远 又很亲近 很遥远就是 我们不知道他要干嘛 很亲近 你每天都在用谷歌 每天都在用苹果 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逃脱了 所以他的文化的概念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泰勒的文化 正好是对立的 是真正对立的 因为泰勒的文化 是从保守派的乡村文明 乡村歌曲 转到现在纯流行歌曲 就走向一种纯自由的 女人的身体 女人自己做主 纯自由的一种 纵欲的一种表现 那他们不是 他们实际是唾弃这些 那他们唾弃这些 是他们尊重 应该叫尊重 尊重生命 从比尔盖茨 到这个马克库班 很多富有的高科技而言 他们却持有更传统的中间 这种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他们不休于花钱 他说其实呢 包括这个乔布斯 叫劳伦乔布斯 我不知道是不是讲的是 乔布斯的太太 叫谢丽莎 叫桑德伯格 他举的具体例子 在科技界延伸的许多女性 在施加影响 他说这些乐观的人 这些乐观的人 他们支持的应该是 小肯尼迪 但如果小肯尼迪不行的话 他们即刻会转向川普 他们不会赞同拜登的 所以到底他们有多少 不清楚他们能够搬动 多少选票 但数千万美国人 特别是大城市以外的 白人男子 很倾听阅读和他们的一切 他们拥有几千万 这是他 这是跟整个泰勒 对立的一面的另外一批人 新崛起的一股力量 所以美国社会不是美国 两党政治被摧毁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